各位熱愛紙幣收藏的朋友大家好 很久都沒有更新視頻了 主要是最近工作忙到抽筋了 完全都忘記了做這些事情 直至今天呢 經手了一批非常難得頂級的中央銀行紙幣 先記起和大家分享一下這些很難得 才過到手的好東西 那這些中央銀行主要是一些金元券 大部分都是未發行的 如果有聽我的講解的話 即是紙幣入門那幾輯裡面 我講到中央銀行 其中有提到金元券 如果大家所謂認識一些中國歷史 就知道在1948年尾1949年頭 中國經歷了嚴重的通貨膨脹 由他們的法定貨幣 就改了用行金元券制度 那這個其實就換湯不換藥 因為它其實都是貨幣濫發的 那金元券最後呢 就從都是開頭的一兩分前 一元兩元去到最後是幾十億 那這一張 我首先展示的這一張呢 就是這一批東西裡面最普通 所以這張已經是金元券裡面最好的一張 最高面額的五百萬元 那這一張呢 就是正式發行裡面 最好的一張了 最貴的了 這些東西 六十三分呢 拿起來都一萬幾兩萬元的 那這一張 那這一張 全世界都不算少的 如果好品相就少一點了 那這些這樣的品相 萬多元呢 已經是最好的 那那原券 大家玩中央銀行呢 其實都很嫌棄它的 因為不是孫中山 就是蔣介石 就是領袖頭 就真是 看上去就很單獨佛味 很單一 那但是呢 如果你細心玩呢 有些漂亮的東西 你真是很難見到的 那這張就是 金元券最高面額 最好的一張了 五百萬的面額 最高的 那跟著這一些呢 就是可遇不可求的了 雖然這一張都有時候會見到這張五毛紙 這一隻呢 就是德納羅版的 德納羅版呢 德納羅版呢 有幾張是 不是 這個是 美商保安版 即是美商保安公司 幫中國印的 那你看它什麼版什麼版 什麼印刷廠呢 就看這條邊下面這行字 啊 就說是 什麼印刷廠 因為美商保安公司呢 就三個款呢 都是沒有發行的 非常非常之少啊 那這三個款呢 分別是這張五毛紙啦 這些呢 現在都一萬幾千元一張的了 那這些沒有發行的金元券呢 就是當時可能就給了很多家不同的印刷廠試印啦 那沒有採納的 很多時候就用回自己中華書局的這一張 這張 美商保安公司這張五毛紙 很難得的 大家欣賞一下 正面和背面 那這個背面的設計呢 就很多公司都用這個設計的 包括美鈔公司 那這一張呢 50元又是沒有發行的 這些東西幾萬元一張啊 非常之難得見到一張 這張東西幾萬元的 金元沒有發行 50元 最對上一次 我看到成交是2018年 在北京呢 就拍了四萬多元人民幣 都大概是港幣要五萬元的 這張50元 接下來這一對呢 就更精彩 我也不知道應該現在值多少錢呢 很少的 但是又沒有什麼人玩 其實這些東西十年都沒有什麼 怎麼升過值的了 這一張就是最高面額 50萬啦 即是美商保安沒有發行 這三隻裡面 最高面額的一張 那這一張呢 大部分我們見到 都有一些養票的 那加起來養票沒有號碼 那這一對呢 就是有號碼的 但是當然它沒有流通過 有號碼呢 就少很多很多的 那這兩隻呢 還要連號碼啊 找上一流啊 沒有發行啊 所以一般人都沒見過的 可能會當它是假的 那這張50萬 見到都是養票 有號碼的票 好少好少 好少 看多幾眼 好漂亮 好了 那這張就真是德納羅版了 這裡寫著德納羅 德納羅是英國一間很出名的 幫香港啊 中國啊 都印過很多 鈔票和郵票啊 信封的一間 印刷公司來的 那德納羅版的這張 五萬元呢 都是沒有發行的 非常之少的 又是四五萬元港幣一張 但是因為 都是那句啦 雖然供應少啊 但是 真正懂得玩玩 那麼圓券玩到很深入 要需要這一張的人 都是不多的 幾萬元可能它不捨得買這些 那但是呢 這是印證了我當年說的 就是我經常都說的 一隻東西的 價錢呢 就真是供應和需求的 雖然少 但是沒有什麼人玩 需求小 那麼它價錢呢 都是很難上的 但是如果你真是有興趣玩呢 還原 就是透過這些實物 去還原一段歷史呢 那麼這些價錢呢 就真是很划算的 就是幾萬元 這些全世界可能都是幾十張而已 非常之難得的 這幾張 難得 那麼現在就是 最近這一 兩個月呢 那些民國的紙幣已經升到 喪心病狂 就是很誇張的 這幾張 就是超級名譽品 就是以前都很出名 很多人玩這些的人 非常之喜歡的東西 它一評到這些分數 63分 已經有現在的新玩家就嫌棄了 因為它只是玩分數投機 賺錢 那麼這些是非常之好的 以前是四五萬元的 那麼反而呢 全部都輸給這一張 66分的 有EPQ的 農民銀行五元 這一張 得納羅版的五元呢 相信很多人手上都有啊 這張東西 如果是普通VF品相呢 我當升了呢 都不用一百元的 那幾十元一張 那麼就好一點 一二百元 這些品相全新的 我們當年遇到都是三五百元的 那現在 真是給三秒鐘大家猜一下 這張東西 現在值其一錢 我自己都嚇倒了 據聞啊 最近 有成交一張66分 EPQ的呢 是八萬元人民幣的 哇 折合港幣十萬元 那麼這些這樣的 我們講得難聽些 真是當它垃圾呢 但是它的市場需求一大 你真是找不到66分的 啊 當然它供應 就是因為這個分數制約之下呢 它供應都是少的 加上需求大呢 它就 徹底打敗這些 啊 幾十年來都是 大名譽品的 包括民國時期啊 你如果不是英國啊 或者美國的印刷公司回流呢 根本在民國時期 儲這些金元券是找不到這些 就是除了這張 這張 這張是常見的 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所以這些東西一直都又出名 又難找 當然玩的人少 那變成了幾十年後的今天呢 普通東西都有出頭日 這些這樣的 我們叫垃圾啦 難聽些啊 十萬八萬一張 即做幾十年這一行 這一行呢 我們都嚇倒了這些價錢 那麼大家 現在如果有 找到這些漂亮的文國寺呢 不妨送去PMG評分 因為這些一評到 一個不幸運啊 65 66 EPQ 甚至67 68都有可能的 真的非常之頭 就變成鳳王啊 一張可能 三五十元的銀子 即是文國 我們指 66分 EPQ 就已經可能過千的了 67可能三五千元一張 即是一百倍啊 那你評級費都是說 八幾元而已 那不妨見到 如果很漂亮很漂亮的文國寺幣呢 都是送去評分 搏一搏 單車變摩托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這個 以及更新一下 我們視頻 要不然大家都忘記了我 那先說到這麼多 多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